过年当中免不了大吃大喝了 不过呢当然也需要清淡的菜肴来平衡一下 那么现在客家板条呢就在厨师的研发之下 搭配着水果成为一道清爽又解油腻的创意年菜 细菇小番茄、花椰菜、草虾加上客家板条 以及这一叠由麻酱和客家橘子酱调配而成的酱料 展现出一道清爽又健康的客家创意年菜 看起来丰富不过要做这道菜其实很简单 自己也可以DIY 我们水滚了之后就直接放下去了 穿搭 板条是这道菜的主角 再来就是和法菜一样象征长长久久的美农夜莲 准备好食令蔬果 鲜虾加以摆盘再搭配上麻菊酱 这道水果板条就大功告成 在年菜之中来上这么一道水果板条 不但可以挤油腻 能吃出营养和健康 中天新闻 养安节 春奈节 台北报道